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就是500人民币带他去温哥华旅游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温哥华的物价并不低 就是从我家打车到城里大概需要花50块加币 而500块人民币约等于100块加币 也就是说我们打一个车其实就花了开销的一半 所以今天这个挑战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以这样的一个物价在温哥华度过一天 因为其实在温哥华吃一顿像样的饭大概也要20-30块 加币人均 那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我们出门吧 我现在手上的呢 就是100块加币也就相当于500人民币左右 然后因为不能打车 因为打车很贵 所以我们要去选择一个更省钱的出行方式 也就是去坐本地的公交车 那从这边走到公交车站大概要15分钟 然后我其实没有看公交车的那个表 所以我不知道下一班是什么时候来 反正先走到再说 然后我们坐公交车的这个第一站呢 就是我们先到温哥华的市中心 我们先去找一下那边的樱花 因为现在正好是樱花季 所以应该很好看 到了 这就是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公交站 我住在西温哥华 所以真的是离市内特别远 就是进城的话 要走一个高速公路 然后还要过一个桥 我们叫Lions Gate Bridge 过那个桥才是到了城里 所以现在根据时间表的话 还有10分钟 我们的下一班公交车才会来 所以我们先坐这边等一下吧 然后钱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是我们一次的车费 就是坐一次这个公交车 是3块7毛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因为我还蛮久没坐了 这个就是加那2块钱 1块钱 还有7毛5 刚刚我记错了公交费 它其实是大约3块钱 2块9毛5 3块钱 所以我们每个人3块钱的话 就是6块 还剩94 现在就是我们的余额 然后因为是坐公交嘛 然后他们站特别多 然后不走高速 所以大概要开一个小时 才能到Dionton 然后平时如果打车 的话大概30分钟吧 所以时间要翻一倍 就慢慢坐 所以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计划上的改动 因为刚刚不是坐车坐了很久嘛 所以到了城里的时候呢 已经是1点钟就饭点了 然后呢 我就想说我们先吃一个午饭 然后再去玩 所以就带拉克斯来到了 我后面的这家拉面店 金太郎 然后这家拉面店 是我七八年前 还在欧巴华读书的时候 就人气特别高的一家拉面 所以这么多年没吃 我们进去体验一下吧 那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好吃 然后不知道 我们会花多少钱呢 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响应地点 这个就是离我们刚刚吃饭的那个地方很近 然后它其实是在一片居民走路当中 我之前就是会坐公交 就是从这片经常路过 所以我每次都会路过这片樱花 但第一次 就是真的是站到这个樱花树下 我还是第一次 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 我觉得不输日本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片樱花树下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Berard Street 也就是我们第三个赏银点的附近 然后这一个区域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从我背后的这个橘黄色的爱马仕 可以看出来 这片其实是温哥华的 算是高档的商业区吧 所以我们从这条街下去呢 就到了我们的赏银点 走吧 哈喽哈喽 你好你好 谢谢 介意上个镜吗 好 拜拜 刚刚偶遇了粉丝 就是这边走过去的妹子 还蛮惊讶的 居然我在温哥华也能偶遇我的粉丝 好我们继续出发去樱花点吧 我们现在就到了我们最终的赏银点了 Berard Street旁边的这个樱花 然后它中的位置感觉很随意 就站在 中在一个Sky Train 就是我们叫天车旁边 但是它好处就是它中了三排 就这样一排 这样一排 然后下面还有一排 所以这两条路都是有这种樱花桥包围着 然后风一吹过的时候 就那种樱吹雪的感觉特别特别美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吧 谢谢你太多 我刚刚在这个车这边买了一个加拿大特产 这个叫做Poutine 为什么是加拿大特产呢 因为好像全球没有其他地方在吃薯条的时候 会在薯条上加上gravy和melted cheese 看起来有点恶心有没有 但实际上是蛮好吃的 所以买来给拉克斯尝一下 然后刚刚我们买了一瓶水和一个Poutine 花了7块钱 所以现在我们的余额是42块钱 看完樱花以后呢 我们就沿着这个海边走到我们要去的下一个点 就是Gastown 就是老城那边 然后途经呢我们路过就是后边的这个 也是温哥华的一个地标 叫做Canada Place 我爸很喜欢俗称他翻船酒店 因为他的主要功能就是一个酒店加会展中心 然后他旁边有一个Fairmont酒店 是温哥华最高端的酒店之一 这次我们就不进去了 因为毕竟有预算就进不去 所以就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好了我们现在到了Gastown 然后我背后就是Gastown的这个地标 一个蒸汽中 然后他就是到了整点的时候会爆食 然后会冒烟 这样非常古老的一个作品 然后这应该是温哥华 就是算是历史最久的一个地区了吧 然后说历史久呢 其实也没多久 就是18几几年的时候 所以到现在也就大概不到200年吧 但是因为温哥华本身就是一个很新的城市 所以这一块已经算是老城了 然后基本上来温哥华的话呢 都会来看一眼这个蒸汽中 我们刚刚从Gastown那边又坐了一个公交车 然后穿过了Gastown来到了这一片海湾 这片海湾叫做English Bay 就是温哥华比较出名的一个海滩 然后是温哥华少数的有沙子的海滩 因为这边的海它比较靠北嘛 所以大部分的海滩都是石头的 然后今天有一点云 但往日的话如果没有云的话 这边日落是非常非常非常美的 这边海平线可以直接看到太阳 从水面上落下去 然后因为刚刚我们又坐了一个公交车嘛 又花了6块钱 所以我们现在余额是36块钱 看到后面这个奇怪的石像了吗 这是原住民也就是英纽特人 他们留下的一个怎么说呢 地标吧 或遗产 然后就是英纽特人在之前呢 就他们没有这些什么灯塔的时候 或是下选嘛 然后地方很大就很难找 所以他们就会立一些这样的东西 这样他们在就出行的时候 就知道哪是哪 所以温哥华就是时不时会冒出这样的一个石像 然后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软用了 只是这样的一个象征 温哥华的一个地标 所以在加拿大其实 很多地方都会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石像 由于呢我们现在只剩36块钱了 而且要留6块钱回家 所以实际上能吃饭用来的钱只有30块 那已经5点了 所以我决定呢就是我们不吃完饭 我们就直接去吃一下后面这一家冰淇淋店 叫marble slab creamery 也是我之前住在加拿大的时候 经常来吃的一家 我吃点冰淇淋 然后把这个钱花光我们就回家了 然后玩饭的话 就回家自己随便做点吃吧 这样就比较省钱 我们刚刚在走去公交车的这个路上 路过了这一家拉面 叫做飞天拉面 然后是 也是我还在温哥华念书的时候 就经常来吃这一家拉面馆 然后刚好路过 然后想到我们还有一点余额 因为刚刚我们都说了嘛 我们只吃了冰淇淋 然后想说反正就一碗面 进来吃一下 我特别想让雷克再尝一下这个面 因为这个是我在海外吃过的最正宗的拉面 slash刀削面 我真的觉得蛮好吃的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最终的余额吧 就是我们刚刚吃完冰淇淋以后 剩下的是23.4 除去刚刚吃的那个拉面啊 因为那个拉面 虽然他吃了16块钱 但是因为这边一定要给小费 然后至少是15%左右 所以我们给了他18块 减18 就只剩下5.4刀了 就是坐公交车回来我们两个的费用 大概是6刀左右 也就是说最后我们挑战失败了 就非常非常接近 其实我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我吃拉面的时候 我不该点那个可乐 我要是不点那个可乐 就挑战成功了 我觉得500块人民币呢 还是能在乌华做蛮多事情的 只要你不是说想着一定去吃大餐 然后不是有什么夸张的消费 然后交通费什么的 就是只做当地的公共交通 我觉得是可以游玩的很充实的一天的 当然啦如果你有更多的钱呢 可以有更好的体验 因为有一些那种有门票的地方 今天我都没有敢去 因为我怕买不起门票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还是蛮有趣的一天 到这里我们就结尾吧 然后刚刚其实没有太吃饱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煮一包泡面吃了 好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